歡迎收看關鍵的旗客 今天行政院長陳建仁 跟國民黨不分區立法委員葛如軍 在立法院的殿堂居然朝鮮 我們看到陳建仁非常的生氣 陳建仁講出來 你就做圈套來騙我 這樣有意思嗎 你這樣欺騙我 我很難接受 你這樣子詐騙 你看到他非常的不開心 他非常的憤怒 那到底葛如軍做了什麼 他就做了這個影片 他說這兩個 一個是真的 一個是假的 那這個是用AI來形成的 AI來生成的 那我們看到 今天我的陳建仁就是 那個右邊好像比較真的 他就講沒有 這兩個都是假的 都是AI生成的 其實一般人 你只要對AI有一點點了解 你就知道 AI現在就是如假自身 AI現在恐怖的就是 你很難辨別 就算今天陳建仁被騙了 他肩膀 如果你對AI有一點了解的話 你當然要意識到這個問題很嚴重 你應該對這個東西有你的想法 甚至對整個AI的政策 你要有一套你自己的政見 你一套的策略 結果陳建仁只會生氣 你生氣的代表什麼 代表你完全不懂AI 那恐怖在哪裡 恐怖在我們看到日本 日本現在股市已經完全上了4萬點 上了4萬點 關鍵就在它的AI產業 而且它現在要向全世界徵求AI人才 三菱電機就提出來說 你只要有AI的專業 也就是你學過AI 你進到了三菱電機 我兩倍用你 以前大概這樣的人才 進到了三菱電機 初期的入門70萬 現在已經到了180萬 也就是說 現在AI時代已經來臨了 全世界都在有AI的策略 全世界都要去搶AI的人才 可是你發現 就算你是開手內閣 陳建仁你現在還是掌管台灣 最重要的一個政策走向 所以是時候 他今天這樣的一個憤怒 真的代表他完全不懂AI嗎 而且我看到這個陳建仁的憤怒來說 其實我也蠻憤怒的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沒有錯 現在大家都分不出說 哪一個影片是真實講 就是因為你分不出AI 所以他才恐怖 對好 那為什麼這樣說 事實上你知道 他就說你故意做欠套騙我 那這樣是有意思嗎 你這樣欺騙我 我才很難受 你就是詐騙 寶傑 我們必須說 我們也是詐騙的受害者 像我本身 你在網路上 也有很多AI合成的這個影片 你說用AI合成你 他假裝是你去騙人 對 那我們講 那我們怎麼辦呢 對不對 我們也是很生氣 不只是你院長分不出來 一般民眾也分不出來 所以這時候你院長不應該生氣 你應該說的是說 我們要怎麼來解決這個問題 沒有錯 現在AI詐騙非常多 他旁邊站的就是唐鳳 唐鳳為什麼大家會罵他 就是我們詐騙這麼多 你都心目全身 你也搞不好嘛 所以大家想 你唐鳳對這個完全束手無策 對好 那所以這也是全民之怒 所以院長之怒 其實他不應該怒 因為全民之怒 全民比他更怒 你要想 陳建仁你要這樣子反攻自行 如果你碰到這種場合 你被騙你都覺得受到驅逐 你只是被騙 如果你今天被騙了 你不再被騙 你的面子被丟了 還有 你被詐騙了很多錢 你有財產的損失 你不是尷尬憤怒嗎 陳建仁 你總算可以了解老百姓的憤怒了吧 對沒錯 他其實第一個時間應該說 沒有錯 我也是 你這樣子 我也感覺到蠻憤怒的 但是 我應該解決什麼問題 因為現在台灣有太多人 我周邊就發生太多太多這個事 保健道很多人常常都會到臉書 私底下就訊我 就說 我因為你的關係又被騙了多少錢 我根本沒有做這些東西 他們用AI模仿 對 就是這樣 所以你知道 院長之怒其實也是我之怒 我相信也是非常多台灣人之怒 你看 唐鳳那個表情 為什麼唐鳳會被修理嗎 因為顯然 民怨其實是相當深的 因為跟他講的 你完全不懂AI 你現在周邊的國家 所有東西都在準備 AI時代的來歷 AI時代的來歷 有好有壞 你要怎麼去應對 代表我們的院長 完全不懂 剛剛講 導播你去看那個畫面 你覺得那是真的嗎 你現在看到的 都是假的 沒錯 我們現在看到這一連串的影片 都是假的 都是AI合成 你看 這真的 讓你看起來很像是真人 排出來的畫面 但是 這其實全部都是 AI合成的影片 他在走路耶 他旁邊有景色耶 對 為什麼 因為這是最近在網路上 非常流行的 也就是什麼東京女子的這個 他都標榜說 他是什麼東大的 或是某些大學生 然後他就在散佈了影片 很多影片很多影片 就這樣子 那結果 因為這現在已經 瀰漫了整個日本的網路 雖然他們這個產經新聞 就是報導說 那這些人到底是誰去拍的 他還可以去撫摸這個牛 對 這也是假的 後來他們發現到說 這些都是假的 這些完全都是假的 欸 他可以在雕像前面 對 他可以把手放在這個 這個頭蟹箱裡面 對 他可以去摸牛 對 都是假的 而且你看這些動作裡面來說 都很真啊 譬如說他可以做出光影 甚至還有跟 光影都有 對 人互動的感覺 或是連周邊 你就覺得說 真的好像是 真的拍出來 但他們都說 其實這完全都是假的 這個所謂的 一系列的這個所謂 戴著口罩 或是在街上漫步了 這些全部幾乎都是假的 而且更可怕的是 今天華爾街日報 像OpenAI的這個系統來詢問 對 結果現在這個 這個照片 對 也是假的 對 沒錯 實際上這個照片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照片是怎樣 是真的AI生成的照片 這也是AI生成 他用Sora Sora就是他現在最新的這個 可以製造出短影音的這個相關狀況 他就說 我要兩位三十多歲 中法的職業女性 坐在光線充足的工作室裡面 接受新聞採訪 這就是他生出的影片 兩個三十歲的女性 然後中性的頭髮 然後這樣子 你看裡面很多細節你仔細看 你看他們這種所謂紋路 然後這個裡面的光影 其實你看起來 就真的很像是兩個真人在這邊 然後那些細微動作 你看得都很像是真的 但其實都是假的 甚至你未來聽到很多聲音也是假的 為什麼 因為現在網路上也非常多了 他只要截取你大概約莫 三到五分鐘的這個三分五分鐘 或是你幾個音節之後 他就可以拼 拼判出你的聲紋 合成你的聲紋 聲音幾乎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而且剛才曉得 現在AI不管你喜不喜歡 他有好有壞都已經鋪天 蓋地而來 我們跟他講我們周邊的日本 你現在如果就開始發現周邊日本 他非常恐怖 對 原來黃潤勳剛剛講的 黃潤勳把他非常重要的生產基地 我的所有的協力廠商 他在台灣生產製造沒有問題 可是剛剛講的 他很多AI的應用 竟然已經跟日本合作了 對 我們知道事實上 這次的GDC大會裡面 黃潤勳不是有一個 叫AI的未來可能會 特別是在機器人會形成嗎 黃潤勳我跟他講 事實上最需要這個技術的國家 在哪裡你知道 就是在日本 為什麼在日本 因為日本目前為止 他順受什麼 缺工 他沒有工人 日本人口在減少 對 沒有工人 他需要機器人 他需要大量機器人 日本人口老化 老化非常嚴重 所以他沒有工人 他現在需要大量機器人 那日本也知道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你看 三菱電機就說 從今年開始應屆BSN 你只要有AI的話 我列為優先的對象 而且馬上 你第一年的年收入是800萬日圓 折二信貸幣是170萬 原物是現在的兩倍以上 所以就是說目前為止 就是三菱電機跟UberEats的合作 對 沒錯 這目前為止 你看日本 你在街頭上 已經可以看到很多機器人在運作 為什麼 因為他們沒有工人 為什麼呢 這是UberEats跟他合作 為什麼UberEats要跟他合作 因為日本找不到 這個接單的 這個所謂的這個接單員 這樣怎麼辦 他們就用這個 在馬路上跑 跑跑跑 他可以送到你指定的位置去 然後就指 譬如說劉寶姐 你在某個餐 某個地方訂餐 然後我就走到那個地方 在門口等你 然後你就出來把他拿走 你只要輸入一個號碼 跟他是匹配的情緒 你就可以把你的餐食拿走 所以日本已經在應用了 他已經開始全面在應用 在他們的平交道上面來說 他們導入這個AI AI判斷什麼呢 譬如說我車子通過的對象 然後跟你這個電車 要來一點的時間 我在這個地方做一個統合的管理 避免在這個地方發生所謂的 事故的這個情形 而且可怕 剛剛講的 現在日本這些所有的動作 是日本政府在頭做 剛剛講日本政府在頭做 他們現在東京大學 有一個新創企業的這個東西 現在除了NVIDIA之外 最強的Champ GPT 就是在日本 剛剛講的 日本現在已經開始動起來了 台灣 剛剛講我們的陳建仁 還在發脾氣 對 沒錯 我們要事實上 讓日本目前為止來說 舉國之力再重新發揮 他們的科技力 包括你看他補貼台積電 那麼多錢之外 他們現在日本政府要求 你開始發展這個AI 這是他們最新打造的 所以這個東大他有一個 東大他有一個新創公司叫AESA 他公布了一個日本版的Champ GPT 你看他們已經有日文版的Champ GPT 我們台灣目前為止 還沒有我們的GPT這個系統 他這個叫AESA的這個LM 就是語言學習模型來說 他用的大概約莫是700億個 這個所謂的參數 700億個約莫是等於 Champ GPT的這個GPT 三左右的這個數字 也就是說約莫是上一代 但是日本就說 你看我們終於追上了 這個國際上的這個潮流 然後你只要進去這個AESA的這個LM 你可以輸入任何日本的問題來說 他幾乎都可以回答 他回答很準確嗎 對 我目前為止 日本有多少超級電腦 然後都會跑出超級電腦的狀況 然後日本有多少這個公司 已經開始用AI的這個 他可以開始回答你非常多 日本已經把很多日本的資料 灌給他訓練這個超級語言模型 這就是我們曾經講過 AI用一個AI國力 這就是日本的AI國力 那我們台灣的AI國力在哪裡 我們目前為止沒有看到 但是最好笑是日本的AI國力 這被誰嚇到 這被唐鳳嚇到 也就是在我們的COVID-19的時候 唐鳳搞了一個所謂的疫苗 一個口罩地圖 日本人覺得不得了 然後日本人覺得 我們真的太落後 日本要緊急急急急急急急追 就人家在追了 唐鳳在睡覺 對 我們現在唐鳳來 只能夠到節目上說 我們把這個快遞單上面的 這個這個所謂條文碼 我們把那個這個所謂重要機密 都把它引行起來 這根本就是一個很簡單 能做到的事情 你還拿到這個節目上去說嘴 但是真正重要 這種所謂GPT這種東西 國家的運算力 你要怎麼建立起來 這個完全目前完全沒有 而且日本現在還準備 要再繼續往前說 我們他事實上已經有一個 已經有一個原本版 叫ABCI的電腦 他們要打造一個ABCIQ 新型的電腦 而且他們要打造 2000顆以上的這個H100 他們都已經把 2000顆以上的H100 是一個超級電腦 花很多錢 但是他們願意把這個錢 花在這上面 他們花了幾十億幾百億 看得到東西 那我們的蘇惠布是花了幾百億 幾十億 我們看不到這些東西 好那尤其是我們NVIDIA去年 黃仁勳到日本訪問的時候 你看他就有跟日本的很多 慘光學的人都出來跟他見面 包括日本很多官員都跟他見面 然後就跟NVIDIA達成說 他跟東京大學 大阪大學 竹坡大學 理化學研究所 對 都有合作 對好那你知道 我們講 如果政府能夠出面的話 你覺得黃仁勳 會不會跟我們大學合作 當然會 這是我們要爭取的 這應該是數位部要爭取的 然後就開始說爭取 帶他們來這個地方 這個 然後他考慮 他把日本的很多大學 還有研究院所呢 跟鄭主任 揮打進行一個所謂 撮合媒合 這才是我們政府 應該做的事情 我們沒有辦法 做到這些事情嗎 好 那於是呢 他們現在已經 他們很多這個包括說像產總研 東京大學 還有東京工業大學 他們都跟NVIDIA合作 打造了他們自己本身的 超級電腦 那打造他們超級電腦之後 他們就可以開始運算 開始做日本自己本身的 AI的這個國力 所以我再講 其實台灣非常有條件 可以發展我們的 AI國力 只是呢 我們這個數位部長 好像已經錯過了 這個時間點 我們能靠民間 而且日本可怕是 他現在負利率已經 要負轉正 現在負利率走回歷史 負利率走回歷史 更可怕的是 他現在是已經開始 像全世界招人 你現在只有AI專才 理工專才 他現在全世界招手 特別他非常寄望台灣的人才 現在負利率以後 他的錢也會進去了 沒有錯 事實上今天日本一個非常重要 就是他們負利率 已經走入歷史的 未來一段時間來說的話 可能有未來的日本 會走區跟過去完全不一樣 所以負利率的意思是說 過去是通縮所苦 未來日本會進入一個 通膨的時代 那也暗示了日本整個 脫開換骨的機會 好 派人 你現在都可以感覺到 日本真的變了 日本變了 第一個徵兆就是 你即使在台灣 你的台積電要建一個廠 你大概24個月 可是既然在熊本廠 20個月就已經蓋好了 而且你就發現 日本人是願意24小時 不間斷的工作 還有你就發現 他們的薪水沒有 你想像的那麼可怕 就代表你的成本 也沒那麼高 而且你說你到日本 曾經單獨旅遊一個多月 所以以前在日本很少會看到 其他國家的人 其他不同這個 所謂的種族的人 你說你再去 幫你這個服務的人 很多 各種人都有了 是 所以 為什麼叫做令和時代 令和黑船 我真的覺得現在日本 完全不一樣 脫胎換腹 真的變了 真的變了 以前在日本的時候 其實他們非常講究 就是說很多產業 你們也拿著 保護自己日本人 可是我上次去的時候 你知道嗎 我住很多的飯店 可能就是三星 有的甚至一些民宿 裡面在幫你整理 一個床物的 很多都是斯里蘭卡人 然後甚至我還有遇到 一個索馬利亞的一個人 然後我就心想說 你怎麼會來 他說日本現在對於 這一種外國的學生 給你一個相關的簽證 像他讓你來念書 但是你同時還可以 你可以工作 所以他閒暇之餘 就叫日本人踢足球 所以他就說 現在日本其實很歡迎 就是不同國家的人 只要你有技術 只要你有專長 他們其實慢慢慢慢 去鬆綁這個人才 你知道這個世界有兩個民族 最純粹 一個是大韓民族 一個是大和民族 大和民族 以前他連停車位 跟其他地方都不一樣 現在這個大和民族的純粹性 要慢慢開放了 是因為他們人口老化的問題 實在是太嚴重了 所以日本政府其實有意識到 所以呢 你知道嗎 過去這兩年 不是斯里蘭卡 有很多的財務的問題嗎 我後來發現 我為什麼到任何地方 甚至到了和歌山 都有那一種感覺 像是斯里蘭卡 或南亞裔的人 何歌山 對 然後他們就發現說 因為其實日本政府 現在他們發現 他們人力短缺 尤其是勞動人口的短缺 所以他們其實是針對 這些比較南亞這個部分的人 是張開大門 所以很多的移工啊 是從這個部分過去的 那現在我們以為說 好 那你可能日本只是 找這一種比較 所謂勞動階級的人 開門 開國門而已 沒有 現在日本政府甚至要挖 他全世界人的腦礦 包括日本 包括韓國 包括台灣 這一些所謂的技術專才 像是AI 台積電晶片這邊 都是他們需要 拘集的對象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一個就是 三菱電機 它有兩倍的人 來搶AI的專才 就現在日本剛畢業的 以前你剛畢業 你大概70萬 80萬 差不多 可是現在我一口氣 把你提升到180萬 你只要有AI專長 整個國家 完全往這邊發展 你連你的薪水 都水漲船高 而且這個東西 不是只有針對日本人 他也很多台灣人 也是他的標的 是 而且你知道嗎 很厲害 他們現在分層是幾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 就是說比較勞動能力的 可能南亞這個部分 比較是一種白領的 然後技術專長的 可能就是鎖定 韓國跟台灣 但是他們竟然還有另外一個 叫投資移民 投資移民 以前我們都新加坡很多 但日本就是所謂的一個 血統的純正性 這一個部分 現在竟然也大開國門了 他說海外天使投資人 只要你在一定金額以上 最多提供五年的居留權 那為什麼做出這件事情 當然顯然就是希望 各個不同的優秀人口 都來到日本 然後還有提供另外一個什麼 外籍學生 獎學金的資格也放寬 外籍學生 你知道現在他們竟然說 高達有40% 50% 以前都很難想像 竟然會有這麼多外籍學生 現在他們也提出 就是說你只要 這個是我們所謂 比如說你的樹理工 樹理這個部分特別厲害的 我提供你獎學金 讓你來我日本這邊念書 那就希望你在念完書之後 你可以留下來 然後讓我們這邊 可以扶植日本的半導體 或相關AI產業的發展 所以你發現 他現在完全在學習 美國之前的一個什麼 鑄造一個美國夢 我不管你是從哪裡來的 只要你對我們這個國家 未來發展有貢獻 我歡迎你來日本築夢 可是日本有誘因嗎 當然有誘因 尤其是哪裡 尤其是光從裁地界 我們都看得出來 我們都知道 很多台灣人想要去 你知道我們其實 前幾年有提過 就是什麼美國亞利桑那場 要台灣400個人去 沒有啦 要去啊 因為覺得很不好 日本這個 聽說大家都非常想去 熊本搶著去 搶著去 而且有一個男員工去了之後 他就說 我才來這邊 我就去吃飯 結果就找到一個餐廳吃中餐 那個日本人 知道我是台灣人的 就對我非常的好 然後還給我 送我很多菜 他說你在這裡 就可以感受到日本人 對我們的熱情 另外一個女員工 他把他一家三四口 全部都帶去 然後包括學小孩子 要在哪裡念書都有 最重要一件事情 他說日本環境好到 不只是空氣好 那個水質好到洗起頭 我的頭髮好軟喔 所以你就說 不 我曾經去偉賴走路 他那個水龍頭的水 可以直接喝 是甜的 對 他就說 這個塞上很好笑 他說這個環境非常好啊 非常清幽啊 我這遠眺阿蘇山 都覺得讓我的心情很好 每天在家裡光洗頭 都覺得好像有那種 SPA的感覺 所以你就知道 就說這兩鄉對比之下 去到日本熊野場 感覺上好像是有一種去度假 工作邊度假的感覺 可是如果去到美國 你怎麼說 那感覺就真的是 要打一場應戰 好 董事長 剛剛講 今天我們看到陳建仁 跟這個葛如軍兩個吵架 我曉得你葛如軍 是不是很不禮貌 你剛剛講得很深究 你又做圈套騙我 這樣有意思嗎 這樣欺騙我很難接受 你自己就詐騙了 好像你在騙他 可是他做了什麼動作 他就做了兩個影片 影片就告訴你說 這個是AI生成的跟我做的 他說右邊討像不叫是你 有沒有 兩個都是假的 可是我覺得 現在被AI欺騙不是整個台灣人的痛嗎 如果你作為一個行政院長 國家的領導者 你不是應該去解決這問題 甚至你應該有一個破壞 有個眼線 你連最基本的AI 你都不懂 陳建仁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他是這個美國的知名的大學的 這個畢業的包括教授 這個本身是學界出身 所以這更讓人不可思議啊 不可思議所以我今天看到這個 我很難解釋說為什麼他會中 是真的生氣還是假的生氣 然後就跟立法委員吵架說 你這個是詐騙 我現在不是談一下詐騙問題 他說他到底對AI這個知識 有沒有具備 沒有吧 現在不知道 這看來就讓我們很擔心 因為全世界都進入一個AI的大時代 而台灣未來唯一的生存之路 就是AI嗎 就是AI的整個技術的引進 全面性的AI化讓台灣的國力整個提升 是台灣唯一的出入喔 唯一的出入 結果我們的行政院長 現在的行政院長 你說他不懂 這我很難接受啊 是不是說 他想用政治的議題來帶動這個東西啊 如果今天民進黨的行政院長 或是賴清德的行政院長 對AI的大未來 是台灣唯一的出入這件事情 有基本的認識不足的話 那台灣還有未來嗎 沒有啊 那我們下一屆520以後的行政院長 如果是這種的表達方式的話 你看的情況之下 你會不會替賴清德捏一把冷汗 會 嚇都嚇死了嘛 所以今天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對全國國人的展示 但是也讓賴清德一個教訓 如果你的行政院長是這種水準的話 雖然空有學界大佬之名 結果是一個草包之石 草包這個可以用草包 大聲講草包 這個太離譜了 所以太離譜的問題就是說 在為什麼蔡英文的政府 一直處在落後的階段 好第二個問題你要看到一個 台灣既然是AI的大未來 那你有沒有看過我們的高官 或我們重要的政治領袖 有想要跟黃仁勳見面 沒有嗎 你有看過畫面嗎 好像沒有 從來沒有過啊 你看日本怎麼高度重視他 美國高度重視黃仁勳的存在 我們的科技界的每一個大佬 都搶著要去跟黃仁勳拍照 要碰面要談合作 結果在台灣的高層 大家毫無反應 這是台灣的 所以就我想講 我想講什麼事情你知道吧 台灣的政治人物的知識的貧乏 讓我們看得非常的恐怖 所以當官以後或做政治以後 有個特性 什麼特性你知道嗎 妄自尊大 不讀書 通常不讀書 結果草包 所以這是台灣的恐怖的地方 那繼續說你剛剛談到 日本這部分來講的話 完全跟台灣不一樣啊 日本是進入一個新的時代來臨 對 黑船來了 你剛剛看到的 日本要告別負利率的時代 他們這個時代他們等多久 30年了 等了30年 今天這一個大步 它走了30年 那另外一個國家 開始進入通縮的年代 哪一個國家 中國 中國開始 所以中國要看看日本的這個教訓 因為這個警惕的話 知道他們的國家開始少搞一些政治 所以這兩個國家 中國跟日本的比較 你就知道說一個是騰飛中的國家 它從經過了30年的痛苦 終於熬出頭了 那另外一個國家還在搞政治 還在做假的這個 假的假的數據來欺騙世界 所以亞洲的未來的一個第一強國 勢必非日本莫屬 好 立法 今天陳建榮 人家只是問你一個AI深層 他就覺得他被欺騙了 剛剛講欺騙是很多台灣人之後 那你旁邊你幹嘛 又看到唐末這個樣子 讓人越看越生氣 那他講說你總要解決吧 他說他橫空出事 他說我找到解決辦法了 可是他把這個解決辦法 拿出來了以後 唐鳳 AI天才 科技小天使 笑死人了 對 我們現在來講 為什麼陳建仁院長會那麼生氣 我覺得很好 你終於知道我們的痛了 你被騙一次你就覺得 怎麼可以這樣子 你是陷阱 陷我於不義 你知道嗎 我們台灣的民眾 每天都活在高度張力的詐騙裡面 有的人說被騙你就算了 還賠錢 對 很多人這邊 很多的棺材本都被騙了 好 那我們今天講說 你這個IT大神 天才IT大神 你也來受這個質詢 你站在這個地方 我覺得他這個樣子就是怎麼樣 站著說話不腰疼 你完全無動於衷 然後你今天上電視 然後你今天上網 廣播 一直宣傳說 我們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看看他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他現在來講的話 點線面的事情已經結束了 點餐的已經失敗 那詐騙他到底做什麼呢 連個面線點餐都做不好 對 連做那個都做不好 好 他就說呢 現在我們有很厲害的東西 叫做什麼 銀碼 我們把那件號碼或這東西 我第一看到這兩個字的時候 我還有點興趣說 我們是什麼厲害的東西嗎 結果我只是把你的電話 09123456789 後面把它隱藏掉 這有什麼難的 你一般的那個包裹 你拿麥克風筆把它劃掉也可以 那這個東西 你竟然花了這麼久的一個時間 所以他很得意找來一個速配 速配了以後說 上面的這個所謂的資訊 化為銀碼 保護個資 重點是 我的個資早就洩漏了 對 我稿子早就在後台洩漏了 根本不用透過這個洩漏了 對阿 所以銀碼 當成天大成就 所以銀碼包裹 這四個字 銀碼我就覺得很厲害 一點進去 原來就是把你的資料給塗掉 但是唐鳳這樣成 你知道我們是怎麼洩漏的嗎 很多時候 我們一上網買東西之後呢 砰 我們的資料就裸奔 我們這後台就跑掉了 那是成千上萬數十萬米的資料 一口氣被拿走的 對所以這東西來講的話 它有沒有用 它一點用處都沒有 那大陸其實2017年已經開始這個 而且它是全面性的 所以呢 我們讓你弄了一個速發布 然後呢我們讓你花了那麼多 幾千萬的租金 我們讓你弄了很多幾千萬的裝潢費 你現在就跟我說 你就弄這個東西 你就弄了這個東西 你就站著說話不要疼啊 我們任何一個人 受的苦其實都比他多 但是呢他拿出來的東西 拿公家的錢 然後到處出貨旅行 拿出來的東西就是 拿馬賽克 拿馬克筆把那個數字給 手機號碼給塗掉 這東西來講的話 我覺得對詐騙一點幫助都沒有 所以今天另外一個非常荒謬的新聞是 謝金河 他是算財經的大佬 他等於政商關係非常好 他已經被詐騙到受不了了 對 然後他的秘書不斷去檢舉 結果都沒有用 那我覺得今天更妙的是 他就當然就打電話 然後警政署 刑事警察局就出來了 他說沒有辦法 你不是最嚴重的 對 你連前五名都排不上 對 有多嚴重啊 謝金河一直在他的臉書上面罵 然後呢一直告訴大家說 我已經做很多努力了 我只要叫我的秘書上網海巡 看到我就檢舉 但檢舉不了 為什麼呢 因為詐騙集團呢 他的貼文如果是貼文 你檢舉檢舉得掉 檢舉要代表什麼意思 他就得用去贊助買廣告了 買了廣告你就永遠檢舉不掉了 買廣告又不行了 因為臉書要賺錢 所以你要怎麼樣檢舉都沒有用 我們並會移除廣告 好如果經過審查 這個廣告沒有違反廣告刊登原則 所以你永遠都檢舉不掉 但是因為謝金河一直罵 所以廣告是詐騙 還沒有違反廣告原則 對 所以你本人去檢舉 假的謝金河是沒有用的 然後呢刑事局 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那倒是講 你可以用國家力量去跟臉書談啊 對 但是沒有辦法 國家力量沒有打算處理這個事情 然後呢刑事局呢 他就教你說 你就把iMessage給關掉 對 這真是非常荒謬的事情 他告訴你說 那你如果是用Mac 用iPhone 你就把iMessage給關掉 欸 你應該去抓壞人 而不是叫我們 閹割我們手機的功能吧 那刑事局最有趣 刑事局 我以為他要告訴大家 我們要抓哪個機房 我們要去抓哪個水房 我們要從頭原子 把他弄掉 他說沒有 謝金河 你不要再罵了 你不是最多的 最多的是這些分析師 然後呢 還有這些什麼財經網紅 告訴你說 而且把數字拿出來了 他說這個東西呢 486是最多的 然後呢 謝金河 你沒有在Top5裡面喔 所以你不要再罵了 這個就是我們政府 刑事局 跟我們NCC 現在做的方法 就是叫你 你不要聽 你不要碰 你不要點 只要你把自己關在山洞裡面 你沒有手機 沒有WiFi 你就不會被詐騙 好 宇雪 剛剛我們談就是 現在NVIDIA 在它的所謂的發表大會上面 更恐怖的是 它的A100 H100 創造了TrapGPT 已經讓一個AI時代鋪天蓋地而來 我們曾經講過 AI2024年就是AI的應用元年 結果它現在更快了 B200 現在的A100變成B200 它的算力是過去的30倍 現在AI的進步會更可怕了 對 所以我先邊講 因為我們剛才討論非常多 我說這個陳建人院長真假不分 那我跟你講以後你會更難分辨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AI生成 第一個包括它的擬增程度 跟它的運算晶片有非常大的關聯 而今天黃仁勳在GDC大會上 宣布就一件事情 你如果覺得Hopper 100 H100 晶片很厲害對不對 不好意思 我們下一代的 而且光一塊晶片 可能就造價100多萬喔 台幣 他講說怎麼樣 第一個 我們算力是30倍 再來第二個 它的能源的節能程度 是過去的25倍 再來 包括它的相關性能喔 都是H100的7倍起跳 所以就講什麼意思 代表說未來的AI運算 因為現在最主要的困境在於說 比如說我機器人 你真的對不對 運用你NVIDIA晶片 但是它會有什麼 延遲 它會有什麼 我沒有辦法多工 所以我等於說 我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 但是這種技術層次上 硬體上的突破 等於是未來這個機器人 可以一心多用之外 甚至是它的功能 可以完全突破 現在所想像 所以各位 黃仁勳除了在現場介紹非常多的機器人之外 我們現場直接帶你看 實測NVIDIA晶片他們機器人有多厲害 各位 一般來講喔 機器人你要講說 判別物體喔 就已經有它的困難度了對不對 結果沒有想到這個機器人 還有各式各樣的機器人 對 它有幾種 第一個它可以行走 再第二個 包括它可以進行語言上的對話 再第三個 它有人型的 有這種動物型態的 所以代表幾種概念 它可以滿足到現在所有的擬真環節 什麼叫擬真環節 我透過這個晶片 你要模仿人 你要模仿狗 你要模仿動物 各位 AI的概念是什麼 就是擬真嘛 對不對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所以代表未來這些東西都有可能成真 而現在就已經有派上用場 什麼意思 最近有一支影片喔 非常爆紅 這個是Figure 各位你可能不知道Figure是什麼 Figure呢 是竟然獲得了OpenAI 以及NVIDIA 兩家這種巨型公司投資的機器人公司 他們講 現在做出一個最新的實驗是什麼 來 各位你看到 這個機器人 這個人就跟他講說 我想要吃可以吃的東西 沒有想到 你看這個機器人多厲害 桌上有盤子 有杯子 有瓶子 而他透過他的Sensor 竟然可以知道 拿到蘋果 這個東西可以吃 這才最了不起 他竟然知道說 這個東西叫做蘋果 就可以吃 拿給這個男子 而且接下來更害人聽聞的是什麼 男子 來你看喔 拿一袋東西 隨便把它亂倒在這個桌上 然後跟你講說 請把你這個垃圾東西呢 收起來 撿起這些垃圾 結果你看喔 這個機器人默默的開始撿喔 把這些沒有用的東西丟掉 沒有用的丟丟掉 結果最後竟然把什麼東西留在桌子上 杯子也留在桌子上 盤子也留在桌子上 所以保雷哥 代表他知道什麼叫做trash 什麼叫做沒有用的垃圾 他可以分辨 可以吃的也可以分辨 他可以分辨了 而且各位我跟你講喔 這個東西還只是原型機 你想想看 他還可以把盤子歸位 對 未來如果這個B200 包括更先進的晶片派在散工廠 他可以做到什麼 他搞不好你跟他講說 我要吃蛋糕 他連蛋糕都可以分辨 未來更精密的東西都可以分辨 那保雷哥你知道這個東西叫什麼嗎 這叫什麼 更接近像真人 越來越像真人了嘛 難怪黃昏勳正在發表會長講 一切的移動都是機器人 對 而且我們講了這個叫做精密程度 就是說細緻程度 但你要不要忘了 機器人跟人類有最大的差別 當他越來越像人的時候 他有一件事情不會像 他不會累 機器人不會喊苦 不會喊累 所以各位喔 你知道現在最近在亞馬遜 出現一個很有趣的新聞 什麼意思 你看這個機器人 每天就拿這些非常重的箱子 然後在工作 你看搬來搬去 搬來搬去 搬來搬去 抓這些箱子到輸送袋上 結果後來發現一個狀況 這個機器人累倒了 為什麼你知道嗎 保雅哥他連續工作四天 就是24小時不間斷 然後總共4天 總共96小時 但你知道他花了多久 就把自己的精神恢復嗎 不過一般正常的 是不是要睡個覺 連續工作四天 我可能睡24小時 都還不會過 充電啊 充電 就你知道他多少嗎 20分鐘 現場人員20分鐘 修一修 馬上搬起來 骷髏又搬起來 繼續搬箱子 又耐操 耐操又耐吳 四天四夜 對 你知道 現在這個機器人 你真的有多可怕嗎 而且我們剛才講到了 這個是在日常工作的範圍 但從小 你還可以見大 見大 你就知道這個AI 他可以發生什麼作用 氣象用途 黃任信在他GTC大會上 一直在跟大家介紹一件事情 其中最為亮眼就是說 我看見台灣 沒有想到這個AI大會開沒有多久 來 各位 就是你看到的 他講到這個衛星雲土的部分 馬上為你介紹到 台灣就登上了世界的舞台 而且與此同時 他不是只講台灣 他在講 氣象模擬 因為大家知道 台灣的氣象科學 有算是世界首居一指 但他在講過去 這種偵測 這種預判 衛星雲土的部分 因為 礙於科技的關係 都有點粗糙 大概只能放大到 25公里左右的距離 他說未來 透過AI 我可以幫助你到什麼程度 到2公里 2公里 法律根這2公里是什麼 就一個鎮 一個鄉鎮四庄所 對 所以他可以判斷說 我今天 比如說我在台北市大安區 我可以知道 文山區會不會下雨 大安區會不會下雨 他利用AI的算力 把那個所有的 sensor的數據 匯集到資料中間之後 提升再提升 所以他連這麼精密 這麼小 所以我們雖然現在手機上面 就看這個氣候 天天上的 內湖區啦 萬華區啦 中正區啦 大安區 他還是會有誤償 以後會更準了 對 寶樂哥你能想像嗎 我們以後打開手機的APP 結果我跟你講 我現在人在 東森電視台 但是呢 我可以監測到說 我等一下可能要騎腳踏車 跑去台北市政府 過程當中這一段會下雨 這一段沒下雨 透過AI竟然可以算到 這麼精密的氣象科學嘛 甚至是現在有廠房喔 我們講喔 有一個叫偽創的公司 偽創呢 現在是大量的引用NVIDIA 它的電腦演算技術 有一個叫 OMINIVUS OMINIVUS這個技術 這個技術可以做什麼 各位你有沒有玩過世紀帝國 我今天呢 蓋一棟房子對不對 是不是蓋了 那世紀帝國會幹嘛 負資貼上 結果他們竟然把它驗到 所謂的研究室 用到所謂的工廠裡面 為什麼 我今天工廠弄完了 欸各位 這種電子儀器喔 我很講究我的溫度 講究我的壓力 講究我的這個濕度 我都要把它調控到一定範圍 而且配置好 我搞了老半天 才把一間工廠調控完 但是未來我不用了 為什麼 我只要裝上所有的這種感測器 然後到下一個地方 我可以做什麼 模擬工廠 我直接呢 因應的把原本這個地方 所有的配備 複製貼上到這邊 只要這個系統 然後因應現場的狀況 跟它的所謂的配置 做一點微調 我馬上可以無限工廠 無量的大量生產出來 大量的節省它的成本 節省它的能力 節省它的經費 而且可以讓精準度達到最佳 你就知道 未來的AI應用 由小見大 從一般的人力搬運 對 這樣的一個工廠房 我就可以透過AI 設計一個非常準確的位置 對 寶貝克林沒有錯 你看它是在平板裡面 就看到它未來 可以看到景象 你看現場都是什麼 毛胚屋 都是毛胎 都是水泥塑地 都是清水膜 根本什麼都還沒有蓋好 但一般來講 我們通常會發生什麼狀況 蓋下去之後 發生事情大條 這不適合用 不適合用 重新來用 它不用 它只要利用NVIDIA 這條技術 把這些先模擬的運算 用在上面 可以看到說 這樣我的產能可以多少 我可以開出多少的產能 我未來會不會有一些維修狀況 而只要這些東西確保之後 我再把我的功料給下本下去 把所有的成本降到最低